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晚上又和大家做桑普論證 幾個小時前 我播出一集新桑海神舟 和傑斯做的節目 希望大家除了看我的頻道之外 也看我老友傑斯頻道的節目 有第二節 希望大家支援我們的節目之外 也支持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賺助支持火九美半人 大家可以群插群敵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 這個頻道使得 我能夠繼續和大家做節目 雖然我晚上幾累都好 因為今天真的 由朝忙到晚 運動少 意挨壞 沒有大家來保養的話 快倉佬意挨壞 勤高勤低靠要力靠腳力 調補身體最緊要 所以我一定要好喝水 見事喝水見累就休息 不過我也要做完這一節才睡覺 今集說什麼呢 我不是說蘋果案 不是說司法案件 不是說中國新聞 是說一宗在香港發生的一宗新聞 表面上一宗娛樂新聞 實際上是一宗 跟香港現在 整個環境有關的新聞 李佳琛 我不認識他 是一個TVB的藝人 阿里 他都幾出名 我對他有印象 所以我不是經常看電視 但是他的名字 出現了很多娛樂新聞的版面 你怎麼納都納過他的人 他的名字 李佳琛 我都想到是什麼樣子 OK 但你問我他拍過什麼戲 我看過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這個Generation的問題 可能看的東西不同 但我知道 看這條片的人 部分人都知道這個藝人 是香港的藝人 近年多次傳出 被TVB 以至中國封殺的藝人 李佳琛 阿里 日前 莫邀和林家棟 是很出色的一位 男演員 我不管他 南南黃黃絲 他一起去擔任嘉賓 參觀職業訓練局 VTC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的智慧城市創新中心 當然這件事 是這個TVB安排 但有網民發現 智慧城市創新中心 在他們的Facebook專頁上 在活動大合照 當時上片中 就有李佳琛 也都有這個林家棟 但鐵文 沒多久 突然之間下架 再發貼的時候 大合照李佳琛 就消失 懷疑整個人被批走 即是他將整幅圖 將中間骨格切了 兩角拼起來 再有些融色 批圖批走了 有關的發現 現在討論的區域 引發廣泛關注 我想之前十二個小時 都是討論非常恩切 有網民到智慧城市創新中心的Facebook留言 關注李佳琛疑次被批走 Renews 即是林彥邦的一人回體 你看看 就像VTC 即訓局查詢 即訓局回覆查詢時說 對是否批走李佳琛是不治可否 只是說知道 未有就公佈活動訊息的安排 詳細溝通 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但從來都沒有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 當然 沒有回答 即是回答了 你有問 人家沒有回答 即是回答了 這種情況下 當然是不尊重 是吧 大家知道 他被TVB 也是一段時間說重 即是給一些很閒的一些節目 給他去洩下 即是他簽約的 那你被說謊 那你問 怎麼說謊 你問曾志偉 那去年年底 出席萬千聲輝賀台慶 2023 當時 即去年 11月 當時被 埋堆堆微博視訊號 特別照顧 將拍到的大頭鏡頭全部打格仔 看了他的樣子 相隔數月之後 這個李佳心又再度被消失 出席職業訓練局BTC講座時 整個人竟然被P走 這件事引發了很多討論 那 那 刪了一個Post半個小時之後 刪出來 就沒有他的樣子 大家知道 前下有比較 但是 很多網民都滋聲 他說 有些網民這樣說 不說什麼 他說 真衰革 不如不要請人去 是啊 那如果他覺得他黃 你覺得他 這個人政治有問題 那你不要請他去 為甚麼你要請他去 我問你為甚麼要請他去 那你不喜歡他 你就說謊他 完全說謊他 不要請他去 為甚麼你請人去 那他有知名度 他有觀眾緣 是不是 有人說他叫做年燈女神 民間事後 你不喜歡他 你不喜歡他 我看過 見多識 見少識少 不好意思 這些是我不懂的 不是我犯罪的東西 你不要請他去 那為甚麼你要P走他 他說 不想人出現很簡單 不要請 不是P走人 原Post都浪費 請人請到敢不尊重 好肉酸 好少家人 這個就是香港01報道 我都說過了 香港01怎麼可以寫到這些 我都說 共產黨 或者現在迷於品海 或者他們那些編載集團 看中國新聞 就很少看香港新聞 所以香港新聞 可以不斷地說這些 那你很少家 你便不要請人去 這些就留在香港01 立此傳召 最近阿里 李佳琛終於接拍新劇 麻雀樂園 日前出席新劇活動 接受訪問的時候 被問到有傳 麻雀樂園是告別之作 這就是約滿了 那他表示 沒有啊 傳聞而已 合約我還未有新update 但一直跟公司在談 想不到正式解凍的時候 竟然發生這個職訓局的P圖事件 是否相當令人氣爆的 當然他有一定的實力 我不會否認這一點 但是在TVB這個大帳光裡面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人 我都覺得是相當難得 那為什麼他會有爭議呢 我們賣個關子 待會我們節目後面會講到這一點 我先講一下重點 就是P圖這件事 是一個中國共產黨 或者蘇聯已經有的發明 總之跟共產黨有關 納粹黨有關 這些極左的政黨有關 納粹是極左不是極右 我再講一次 國家社會主義黨 所以我說 這些專制極權的政黨 本質上都是用謊言和暴力治國的 今時今日P走去逃的 是學足了蘇聯、中共、北韓的所有事情 現在發生在香港 這個已經不是23條很簡單 是在每一個毛細孔裡面 將中國共產黨的毒素 滲進來、擠進來香港 而擠進來的地方 很多時候不是說 共產黨、中聯版、港澳版 港澳工作聯學小組 由上至下指令你這樣做 有部分是你們這些奴才自發 學懂了共產黨的東西之後 有了學藥 以火火雄心向太人的姿態去上面表忠 那這件事呢 既有上面的允許 也有下面的 你說一我做到十的地方 大家知道李佳心 李佳心有政治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有政治問題 我聽我稍後說一下 我懷疑是沒有的 那她的情況都是這樣 如果你說到什麼黃耀明 黃耀明 下個星期五來台北開演唱會 我也會出席去看 星期五有4月5號 黃耀明台北演唱會 何韻詩、黃耀明 黃耀明 還有很多歌手 這些肯定有問題 反而那些 大家有個預期被封殺 不會有什麼危險 而那些 其實 他沒有表達過什麼 在言論行為上面 真的沒有說到任何黃的說話 但可以被封殺 即是說幾句 嗯 就不是那麼好 多一些良心 待會我讀他的句子給大家聽 就出事 P圖 弄走你 我舉些例子 共產黨的弄走這圖 第一 開國大典第一版 站在毛澤東屁股後面的一排人 就是朱德、劉少奇、宋慶寧、李濟森、張蘭、高剛 為什麼是這六個人呢? 因為當時 國家副主席就是他六個人 當時六個國家副主席 朱德、劉少奇、宋慶寧、李濟森、張蘭、高剛 OK 當時是他這樣去做的 但是呢 1955年修改過的第二版 因為當時已經鬥倒高剛 高剛搖聲一變 變成一盆花 這幅畫給人的感覺就是 當時只有五個副主席 高剛 這樣的情況就是高剛搖秀石事件 高搖事件 大家知道這件事都是看中共歷史都要知道 好了 去到文革期間改第三版 即未改完 就是第三版 劉少奇都被批走了 剩下四個人 為什麼劉少奇憑空消失呢? 因為他被毛澤東在文革打倒 有很多人是開過大典之外 例如1959年 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之後 無留一齊公開兩相 毛澤東就走路的時候 劉少奇就是旁邊旁邊的 劉少奇突然不見了 整張照片只剩下毛澤東 不須放屁 是看天翻地覆 不是聖旨行庭信步 是不須放屁 是看天翻地覆 好了 接著就1964年 周恩來訪問蘇聯回來 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去機場迎接 山改後的照片流傳很廣 即是他基本上是看到這三個人 但其實上彭德懷 這個旁邊其實就是說 有周恩來有毛澤東有劉少奇 但最後劉少奇都被弄走了 另外彭德懷因為 奧山會議事件鬥誇彭德懷 當時就算1938年 延安機場合影的照片都沒有了彭德懷 什麼人都有 彭珍都可以被批圖 有一幅照片 在1958年5月 彭珍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珍 就和這個毛澤東 在十三亭水庫工地的合照 但彭珍在文革之前被打倒了 彭內陸陽集團 彭珍在哪裏呢 完全消失了 獨立王國 風吹不進 雨潑不進的地方 打倒他 四人幫 你說只是毛澤東 不好意思 鄧小平一樣 是嗎 毛澤東死了的時候 四人幫在現場 當時還沒有活足四人幫 還沒有華人堂事變 四人幫在那裏 但是鄧小平時代 四人幫全部的樣子不見了 憑空消失被批圖 OK 當然是 四人幫是被華國鋒 葉劍英頒倒 大家都清楚他們的過去 跟著江澤民 有一幅照片就是胡錦濤 和鄧小平拍照 後面的江澤民 好了 去到胡錦濤當政的時候 出了後面的人 連江澤民都沒有 只能看到胡錦濤 和鄧小平握手 因為其他人在那裏 顯得鄧小平比較矮 再加上 不要再說江澤民了 他已經要卸任了 所以就批走了江澤民去 剩下整幅圖 只能看到胡錦濤 和鄧小平 所以我說 每個時代都有他自己的需要 然後批守不同的人 會不會以後秦剛不見了 是啊 秦剛 李尚福 現在李尚福生死未卜了 秦剛 這些一定會 之後還有一大堆被打倒的人 由周博 令徐 這些全部的人 不見了 你失勢 就好像如夢幻化一樣 消失的 即是我想他在香港演藝史 TVB的紀錄 香港的所有的影片 可以傳到中國的影片 李佳心耀 貧空消失的 沒有了這個人一樣 即是我可以肯定 共產黨有的所有的相片 公開到的相片 一定沒有我的 一定不會有黎智英的 是吧 那這些一定會有 你說比如林直的歌 都變成日明 甚至不說 填詞人 插了他 不捨 免得搞那麼多 這些就是他們 披走東西的方式 他們的目的就是 使你們慰望 篡改記憶 篡改歷史 希望以後的 下一代 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將真實的東西 將它完全扭曲 然後令大家活在謊言之中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香港今時今日積訓局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是中聯辦指示的嗎 還是VTC自己人 可能它自作主張 可能撥個卵給國安機關之後 收到一些不知是怎樣的答覆之後 自把自為 做多好過做少 將它刪除了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香港搞成這樣 已經不是昔日的香港 我們以前在香港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珍貴的禁書 真實的照片 現在你拿出來 煽動海蜜 你拿一張積訓局的照片 有李佳心的樣子在 無合理辯解 持有煽動海蜜三年 還有一個 國家秘密五年 你說你不要這麼sacastic 怎麼會呢 我們看過這麼多 揀來打 是吧 香港現在 覆巢之下無緣論 大家是相當可惜和可怕的這一點 你說李佳心 其實出身也是相當堅慨的 他就是南海人 廣東人 出身基層家庭 原名叫李家興的 就是興鄉的興 很多不惑的 家是家等的家 就是家賓的家 就是市口 然後還有二家 就是李家興 興是興鄉 王興平的興 就是聲音 聲上面的地方 下面是個鄉字 李家興就是 比佳心 南海人 出身基層 兩名哥哥 至少和家人 住在柴灣公屋 興雲村 跟著是 他是讀過副學士 最深水墨畫 讀視覺藝術 VA 這個副學士的學位 當然他做過model 之後慢慢出道 有線電視 是TVB兩個地方做過 OK 那麼 他和台灣畫家 胡海平的門生 曾經和朋友 合資開設店舖 Park P-A-R-K 其實韓文就姓Pok 即是 Pok正希 或者是 Pok緊衛 就是P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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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韓文的發音 這個店 是主要一間 雜發營屋 工作屋 時裝店 咖啡屋 於一身的店鋪 希望畫作 是有地方落腳的 那麼 取了成名之後 就退股了 接著他連登 2016-2017年的 連登超級女神聯賽裡面 獲得第二位 那麼在18-19年 以最高票數 拿到冠軍 成為了連登女神 他的爭議 我倒給大家聽 那麼大家就 這些在維基裡有 那麼希望大家都 看一看 他說的話 他由始至終沒有表明過 自己政治立場的 只是好連吻 而已 他沒有說好 哪個連吻都沒有特定 但已經被人針對 我告訴他 他說的是什麼 2019年6月14日 李佳心的社交媒體發文書法感受 2019年6月14日發生什麼事 就是612之後兩天 OK 6月9日103萬遊行 612之後射出雷彈 616就是200萬01 614就是中間的時候 梁寧傑事件發生在615 這件事的話 當時整個是香港炸到沸騰的民怨 他寫什麼呢 我讀給大家聽聽 他不是說 支持抗爭 光復香港時代的革命 其實當時也沒有這個口號 當時也沒有真正式說 五大訴求決議不可 當時我記得也沒有 但他就是撤會逃犯條例 反送中除惡法 頂都是這樣 他也沒有說這些 他說什麼呢 內心是什麽 所看出的便是什麽 每當如是不順心 看人不順眼 想想道路之闊窄多寡 嘴心胸 少一點爭戶 多一點愛心 世界也因而漂亮 有時候 扭曲了益不是世界 是人心 扭曲了的不是世界 而是人心 他也沒有說 哪個人心被扭曲了 接著開始有些 中國網民在微博留言說 你看這個李佳心是港獨 嘩 剛剛講的東西跟港獨有什麽關係呢 我就想不明白 接著是618 就是616 200萬人示威之後的兩天 他出席劇集 白色強人的宣傳活動時 接受訪問時回應 他這樣講的 希望我社交網站 除了放廣告和工作之餘 亦都想抒發一些個人情感 我一向都會post 一些感受性的東西多 可能真是這陣子 真是有點敏感 所以我post 甚麼都被人罵 只能夠講他們對號入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態對號入座 所以我覺得沒得可以控制 並且說我覺得我問心無愧 我一直都是這樣的 為何你們之前不敢講 現在才來講呢 至於其他的事我不評論 我又不需要特別去解釋些甚麼 但也都是不覺得 也都是覺得不需要的 不需要去評論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做藝人的 的而且確會有一些尷尬位 如果是這樣 我唯有少些在微博post 但我仍會繼續在我其他社交平台 抒發自己的情感 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 大家想一想 共產黨呢 他不需要證據 他覺得問到就不出 肯定是黃絲 人家都沒有表達過他黃還是藍 重點也不是這樣 他好像浩年文 OK 就讓你這樣罵 然後619一天之後 他instagram宣傳 盡公民責任把票留在自己手 記住 盡公民責任把票留在自己手 我已核實選民登記身份 截止日期為7月2日 喂 他整件事沒有說過你要投藍還是投黃 他說盡公民責任 因為當年的11月 原定時間是有區議會選舉 而的確確在11月舉辦了 結果大家都知道 他這個時候 在7月 是在6月19日說 在截止日期7月2日 記住選民登記了 喂 人家不是呼籲大家 投廢票 不投票 投白票 人家是呼籲大家做選民登記 這樣你都說他是 死黃絲 有沒有搞錯 有很多中國網民 因此認為李佳心支持反送中示威者和支持港獨 多月來一直在微博留言攻擊他 有傳他因此被無線說藏 他只寫這些東西 香港根本就是變態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什麼呢 就算你不說港獨 剛剛你寫回 或者說回李佳心的東西 有人要故意整鼓你 都可以整你 他可能是跟你勾心鬥角 在商業社會上競爭著 可能是 表面上是好朋友 在社會上想插你一刀 大把這樣的人 世界上 他只要抓住你一刀半語 都可以說 你無刻你變解煽動意圖 同年8月7日 李佳心仔微博發文澄清 連日來都在通宵拍攝 身心疲累 每次見到現在發生的矛盾和衝突 確實感到痛心 我本不善言辭 但眼見越來越多 不實信息出現 為免導致不必要的紛爭 我想作一次澄清 有關港獨的指控 這兩個字 從不曾在我腦海或心裡出現 從前沒有 現在更沒有 喂 好清楚了 但你說話 我不是港獨 人家會 你越說的 你是港獨 是吧 所以說 你在這幫 喪屍面前 用理性跟他討論是沒有意思的 是吧 同年10月 李佳心拍完這個劇集 《愛美麗狂想哭》之後 疑似因為這個事件 而未能再參與 《踩過界2》、《寶寶大過天》、《七公主》 和《白色強人2》的四套劇集拍攝 而其主演劇集《殺手》 原定於2019年的台慶劇 也因為這件事情 延似到2020年的6月29日才播出 相隔9個月之後 李佳心獲得解封 並拍攝新劇《智能愛人》 所以你看到 那後面 TVB也有人補他的 是吧 是不是真摯? 你不要問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我不回答這些問題 但無論怎樣都好 說到最後 喂 他怎樣是黃絲 怎樣是藍絲 喂 大家可能心裏都會覺得 嗯 心有靈性點通 大家猜到他是黃還是藍 但你看他所有的文字 公開發言 寫過的所有東西 你抓不到半句話 說他支持 這個港獨 說他支持這個反送中 沒有 他才變得出憐憫 不捨 覺得很痛心 That's it 所以總結一句 不是你今天 你是黃還是藍 如果你混在一個 小監獄 大監獄 大大監獄裡面 什麼小監獄呢? 碧屋 唐福 赤柱 大攬 小攬 小監獄 小監獄 OK 大監獄 香港 大大監獄 集大大監獄 整個中國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不論是小監獄 大監獄 大大監獄 總之你是不可能安全 你不說話 就說你故意沉默 你說句話 故意扭曲到你 其實是為 反共的人 鼓與呼 不是我冤构你 不是共產黨冤构你 而是你旁邊的對頭人 去搞你 是嗎? 我想要搞一個香港 活在香港 留在香港人 好意的 我有他的WhatsApp 或是他的Signal 你都說什麼? 發張 蘋果日報的 頭版的這個 截圖給你 好嗎? 一發給你 立即撥個卵 給國安 國安公主 嘎嘎嘎嘎 這個陳大文 這個IA的朋友 我看過很久了 從台灣回到香港 你看看他手機 有這樣的照片 你馬上去他家 拍門 看看他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記住 發這張照片 凌晨五點鐘 今天六點鐘拍門 他還沒看過手機 立即有一張照片 有人發給我 管有煽動意圖海蜜 無合理辯解 有沒有合理辯解 就是喪普之流 那當然沒有合理辯解 是不是? 鄧炳強之流 那當然又有合理辯解 那你找一些 你想害的人 很容易 發給他 馬上 立即 即今時今日 李佳心 其實他最 大的一件事 就是說 第一 他還留在香港 這個我不是要他走 你不要這樣說 他可以是 留在這裏也可以走 但他都約未完 他要滿足整個約 談不成就算數 但你會看到 他整件事 非常 寂寞 即是說 他是黃定南 不是重點 而他被人搞的這件事 證明到 沒有人是香港安全 我本人 不是為李佳心 去做人格擔保 我都不認識他 他可能好 可能是說 我真的不知道 此時此刻我不知道 可能以後知道 此時此刻我不知道 這件事 我只是說 就算你如他一樣 這麽緊小神微 都可以被人針對 是吧 活得這麽有壓力 腎上線素上升 搞到自己 今天不知明日事 這麽不安全 生意為人 所謂何事呢 我真的有個大問號 想問一下 大災問 想問大家 所以我都會 鼓勵大家 要想清楚 以後的去向 你自己可以這樣 老一輩的人 可以是 反正 還有一段時間 熬熬了他 或者自己年紀 年事已高 不明白 那下一代 如果有下一代 那他們怎樣 是吧 那而你自己 無論你這次是中年 青年 少年 還是壯年 老年 你不想你自己 和自己的人 開心點嗎 如果你有覺悟 是想和現在 在獄中的囚有結成 受苦難的共同體 探監 寫信 或者去做一些 聽審的事 旁聽的事 或者你想 在文史節 有些讀書小組 或者健身書店 就是執了 大家知道了 想開多一些 低調的 務實的一些 獨立書店 支持一下小店 繼續溫存這個力量 教會 家庭 各方面的事 我覺得留在香港代 非常重要 OK 但我就說 無論你選擇走哪條路 你做豬也好 你做港豬也好 你做黃絲也好 你做藍絲也好 你做藍絲也好 是沒有個人安全的 你為藍絲很安全 你問陳正心 是吧 你說我表態表忠 你都有對頭人的嘛 華記正能量都有對頭人 是吧 要督你灰己兒 祝你一言半語 就可以將你 找你三年 拖你三年 再找你三年 唉 所以大家自求多福 我只是說 用我這個節目 其實幫不到大家 做人生抉擇 我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到 做人生抉擇 是真的可能是 這幾年時間 去到某個時間 真的香港情況 變得太差的時候 各國呢 可能會有另一種政策 來對待香港 現在香港民間 和官方 是有一種 叫做平衡社會關係 就是說 你民間那個默動 和官方那種高壓 是對抗著 遠對抗著 但你及至人口不斷洗版 然後很多人心 開始萎微 五年十年之後 獨化教育 人口政策 可能整件事 和今時今日 2024年的 3月29日 看的情況很不一樣 希望大家 把握現在 OK 這個情況不會永恆 外國不會永遠 張開手臂 讓大家去不同地方 大家 如果只是希望 如果單純 希望賺多幾年錢 那我覺得 無謂啦 OK 即是 錢在岸面 可以繼續賺 OK 如果你想成為香港的 受苦難共同體的一員 我不會勸你走 OK 希望大家明白 李佳琛 我都祝福他 我不認識他 我都不知道他是男還是王 但我身為一個人 我同樣希望祝福他 平安順利 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 說真的 是男與王 我不會用這樣的標籤 來看一件事 我希望每個人 反省 然後 之後好這樣去把握 你們的現在 OK 下一次就到